好 接著鏡頭再帶你來看到 花蓮市民代表會的定期大會了 第3號這一天是進行了 市政總質詢的議程 首先是輪到市民代表黃瑞文 以及副主席李政偉 市民代表平島不定 陳惠卿等四人進行質詢 如果啦 你半年內啦 半年 近半年都沒有自來水 你如何處理 本席會提到這個就是因為 工跟工程的關係嘛 是 因為最近啦 因為最近 本期接到民眾的投訴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施工之後 這是水費 這是6月份 這是8月份 施工之後的8月份 第一個贊單是4000多 這個是10月份的贊單 這是1萬多 哇 當初我有跟建設科 我們客展講到這個問題 可是 可是我們公所的處理態度是從 自來水 入口那邊直接把它關掉 直接關掉喔 到現在還沒處理 近半年了 我們一般的百姓在用水的時候 我們沒有施工之前 他原本就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施工之後 施工之後 造成這些問題 本來就是公所該處理的事情 對 不管公部門 或者是我們民意代表 乃至市長 我們都是人民的公僕 希望是為人民來服務 不是來替人民製造困擾的 中央政府 我們行政院 包括總統這邊 頒布了一個行政命令 在明年1月1號 可以進口 含有 萊氣的 豬汁可以進口 針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食安的 把關 不只蔬果啦 包括那個 豬肉的部分 現在大家民眾都很在意豬肉的問題 甚至是 其他相關的 包括其他的雞肉 或是等等其他的一些食材 我們有沒有針對 在食安上有一個 把關的制度 來管理這個整個市場 針對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食安問題把關 我們的特色做出來 那我們食安把關 有華人事工所 有我們行政單位做背書 告訴民眾 廣大的市民 讓他們知道 我們這邊的食材沒有問題 我相信 可以活絡 至少還可以協助到 我們整個市場的一個 所有商商們的老闆的營收 因為 12月5號 我們全國的 那個 足以認證 又要測驗了 在這個足以推動方向 跟目前成效 我覺得這個 這個好像第二次第三次了 因為我之前 我小孩子有參加過第一屆的 就在華東波 那辦得非常好 還有他們 我記得還要去塑溪啊 第一次 那個名額好像 一下子就好像開演唱會一樣 那票一下就沒有了 對 因為我們的 這名額能不能多一點 還是因為經費問題 因為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 沈浸市的足以交血 夏立穎很棒啊 那剩下一些的部落機會所 這一次的部落會議的時候 很多頭目 甚至主人都在問 到底現在進度到了哪裡 那人們就叫於市長 就短暫的時間把我回答 讓主人也都了解 到底我們機會所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 明年 大家每一個機會所都可以使用了 我不希望他們的希望越大 落空越大 我們事工所就在它的對面 這裡的車禍頻繁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人擠車 車擠人 你看到我們這裡旁邊 這巷子 兩個 這巷子大概是八米寬 大概是這樣子 那旁邊又停了車輛 再來就是 你看喔 我們的人潮一定都是往馬路這邊擠 太多了 他們有一個正向的規劃 不能因為你要做生意 去影響到我們 剛剛你看騎摩托車的人 被擠壓了 然後進了去受傷了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 它是一個長年以來的垢壁房 如果你把這些攤商集結在一塊 那或許他們會為了這個特色點進來 而不是因為外面的流動攤販 因為觀光客它要的就是熟食 要的就是可以帶走的